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4月8日 昨天的时候呢,欧盟的药检局和英国的药检局 同时发布了他们对阿斯利康疫苗血栓问题的调查结论 这个调查结论推出来了以后呢,可是激起千层浪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是如何报道的 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说欧洲联盟药物监管机构星期三 也就是4月7日得出结论认为 应把异常且有潜在生命危险的血栓 列为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的罕见副作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血栓和阿斯利康疫苗之间的联系 是一个必然联系 就不是上个礼拜欧盟说的 说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啊 是一个好疫苗啊 是一个有效的疫苗啊 血栓的问题和它本身呢 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啊 现在的结论呢就是 他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呢请注意啊 加了一个定语就是罕见 报道继续说 对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性进行了数周审议以后 做出来的这项结论 有可能助长欧洲人对疫苗的怀疑情绪 好几个欧洲国家政府由于怀疑安全性 已经暂停注射阿斯利康疫苗 欧盟药检局为什么很不情愿的来做出这么一个结论呢 就是因为担心人们对疫苗产生怀疑的情绪 欧洲药品管理局官员强调说 阿斯利康疫苗的整体益处大于风险 而且疫苗正在拯救生命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说 这种副作用极为罕见 有多罕见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 欧洲药管局的官员说 欧洲药管局提醒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接种疫苗的民众 继续认识到 在接种疫苗两星期内 有发生非常罕见的血栓 并伴随血小板数值低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 多数通报案例发生于 接种疫苗两周内的60岁以下的女性 就是60岁以下的女性 接种这个阿斯利康疫苗会发生血栓 并且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说以前所发生的这些死亡案例 或者是产生血栓的案例里面 60岁以下的女性占多数 欧洲药管局局长艾莫库克说 该疫苗已被证明高度有效 和之前他们所说的那个论调是一致的 它防止重症和住院并且拯救生命 罕见的血栓病例与欧洲各地 至少14起死亡案例有关 这就肯定了呀 这14例的死亡案例和血栓是直接的关联的 不是像之前他们所说的 阿斯利康疫苗不会造成血栓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我也说了 有网友还在我这个频道里面留言 留挺长的一个言 说阿斯利康疫苗能够引起血栓 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疫苗不会形成血栓 形成血栓和这个疫苗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欧盟已经肯定了 这是直接关系 欧洲药管局宣布 该疫苗与血栓问题有关 标志着该机构立场的重大转变 因为他们之前就不肯承认这一点 欧洲药管局两个月来一直坚持说 欧盟国家没有理由限制或停止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 阿斯利康疫苗与血栓有关 好几个欧洲国家忽视了 欧洲药管局先前的保证 已经对接种该疫苗实施了限制 欧洲药管局之前还签保证万保证 说是跟他没有关系 放心的打好了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有一些国家就没有听他的 还是暂停了这个疫苗的接种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已经暂停了 上星期德国表示 不因为60岁以下的人接种该疫苗 请注意啊 欧盟表示的不因为60岁以下所有的人 不是说仅限于女性 然后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 也发现该疫苗与罕见血栓有因果关系 在英国有7名接种疫苗后死亡者 与血栓有关 英国药管局建议 应向30岁以下的人提供辉瑞疫苗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意思是说呢 30岁以下的人就不要打这个疫苗了 英国呀 可以看出来 他们还是从利益上考虑 因为这个阿斯利康疫苗是英国的疫苗啊 之前欧洲的国家 有些国家暂停打着疫苗 把那个血栓指向阿斯利康的时候 英国就不干了 对吧 英国政府以及一些学者 他们就都不干了 因为伤害到了英国的利益嘛 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局长 琼·雷恩在伦敦的记者会上说 英国已经注射了超过2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但没有任何无风险有效药物 这是辩解啊 他说 罕见的使血液无法从脑部流出的血栓病例 与阿斯利康疫苗之间的联系很有可能 他现在呢 其实还是倾向于保护他们这个阿斯利康疫苗 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才能毫无疑问的确定 注射阿斯利康疫苗 能够造成这种罕见的副作用 他的这个立场和欧洲就不一样 雷恩也强调 该疫苗益处仍然大于风险 他说 这极为罕见 而且已证明 对一种仍对我国人口构成巨大风险的疾病是有效的 因而在利弊平衡方面仍然对绝大多数民众非常有益 就说这种副作用呢 他比较罕见 所以你还得平衡一下 你为了不得这个新冠肺炎 你有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截止到3月31日 英国药管局收到了79起接种第一针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 伴随血小板过低的报告 英国药管局报告说 这79人当中有19人死亡 这79起病例包括51名女性和28名男性 年龄在18岁到79岁之间 在19名死者当中 3人在30岁以下 那他没有说 这19名的死亡的当中 他们其他的那16个都是什么年龄段的 在那看来呢 得血栓的人当中 男性的比例其实也挺大的 他79个有51个女性和28个男性啊 年龄在18岁到79岁之间 就是说60岁以上也有可能造成血栓 而从以上他们所描述的这个来看 这个血栓主要是在大脑的部位 这个很可怕的 虽然药物监管人员强调这种副作用极为罕见 在每100万注射者中死亡案例不到一例 但是欧盟官员担心 这项审议结果不仅将沉重打击人们 对阿斯利康疫苗的信心 甚至会冲击对其他新冠疫苗的信心 这是为什么他们官方很不情愿的 来承认这个事实 很不情愿的向大众来公布这一点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欧洲官方文件 这些官员警告欧盟27国的卫生部长说 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药品监管机构宣布的发现 将立即影响疫苗接种计划和对疫苗的信心 这是我前面说的 就是昨天的时候 欧洲药管局和英国药管局海峡两岸同时宣布这个结论 影响是很大的 根据民调显示 欧洲已经是世界上对疫苗怀疑程度最强烈的大陆 就是对疫苗的怀疑欧洲人是最强烈的 中国人以前的时候对疫苗是坚信不疑的 都觉得疫苗是一个好东西 那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就发现 哎呀 还有人反对疫苗不接种疫苗 我就挺吃惊的 但是呢 现在我看到有报道 说中国大陆有一些人 现在也拒绝接种那个疫苗 但是呢相对来说中国的疫苗比欧洲的这些疫苗都要安全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运用的技术不一样 现在西方国家他们用的呢 都是一些新的技术 中国用的是传统技术 传统技术就是灭活疫苗 中国也有一种新技术 那就是陈文院士他研发的那个新技术疫苗 但是其他的中国用的都是传统技术 灭活疫苗 为什么说西方他们不用传统的而用一些新的呢 这个是他们那些公司利益驱使 因为呀 现在有这个疫情 各个国家都愿意提供经费 让他们来研发疫苗 那如果你用传统的那你就得不到研发的经费 趁此机会得到研发经费来研发新产品 当然是西方的那些制药公司 他们很愿意做的事情了 反正有政府出现嘛 这是为什么西方他用的都是新技术 而中国都是用的传统技术 除了陈文院士 最近几个星期 由于对注射疫苗的安全性的怀疑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拒绝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好像拒绝接种阿斯利康的还是欧洲人比较多一些 美国没打听说 美国可是他们选项比较多啊 美国他其他的疫苗他比较多一些 美国的疫苗不短缺 美国的疫苗多啊 每一种疫苗在美国的供应量都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因为他在美国生产 有一些是在美国研发的 那有一些呢 即便不在美国研发 但是也在美国生产 所以美国他想打多少 他就能打多少 但是他有一些人拒绝打疫苗 是笼统上说的 他本来就拒绝什么疫苗都拒绝 不是说针对阿斯利康 主要是欧洲 欧洲他们拒绝这个阿斯利康 也是欧洲最先拒绝阿斯利康的 那欧洲如果拒绝阿斯利康的话 他们问题就更严重了 因为他们这个疫苗本来就短缺 我看到他们现在也开始采购中国的灭活疫苗了 最近几个星期 由于对注射疫苗的安全性的怀疑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拒绝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对该疫苗表示了怀疑 引起来了英国官员的强烈不满 就是谁的利益 伤害了谁的利益 谁不干嘛 英国疫苗接种行动进展异常的迅速 远超出欧洲其他国家的接种率 阿斯利康疫苗一直是英国使用的关键疫苗 英国官员说 随着其他疫苗投入使用 限制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不会对英国的接种项目造成中的影响 阿斯利康疫苗对欧洲的疫苗接种项目 以及向较贫困国家提供疫苗的 全球战略也都至关重要 干疫苗比竞争对手的 辉瑞和莫德纳更为便宜 也容易施打 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呢 确实是它比较便宜 我们从这现象我们也能够看到 印度呢之前就在生产疫苗 印度生产的疫苗就是阿斯利康 那在拜登主持召开的日本 澳大利亚印度 还有美国这个四国峰会上 他们最后也拿出来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里面就包括 由印度来生产疫苗 然后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 来和中国的这个疫苗呢 进行市场的竞争 不让中国在疫苗这个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有影响 那印度生产的疫苗呢 就是这个阿斯利康 现在阿斯利康被欧洲和英国 双双认定为和血栓 有必然的联系 有英国关系 我想基本上就在全球 把阿斯利康就宣判了死刑 谁还敢打呀 尤其是台湾哈 好不容易搞了那么点疫苗 现在呢 这个血栓已经是一个肯定的事了 我不知道民进党 不知道蔡英文当局 现在是何去何从了 要不要考虑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啊 独立的医学专家 支持药监机构的结论 他们也说 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 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后 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而且该疫苗已经明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 免受于新冠病毒的厄运 如果你此时被提供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你接种疫苗以后 健康活命的几率会上升 如果你不接种 几率就会下降 我刚才就给他算了一下啊 前面不是说吗 打阿斯利康疫苗死亡的概率 不到百万分之一 这个其实确实不高 确实不高 我们都知道 你任何的一个手术啊 它都存在着死亡的可能性 你做任何一个手术 你哪怕是狼尾炎 医生都会让你在文件上签字 签那个免责条款 如果造成死亡的话 除非是医疗事故 从概率上 你造成了死亡的话 一个正常的手术 你造成死亡的话 医生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任何一个手术 都是有风险的 那打了阿斯利康疫苗 因为产生血栓 而死亡是百万分之一 不太到 你看英国呢 现在已经打了两千万剂了 然后他死亡了十九人 你从这个来看 咱们就说他死亡二十人的话 正好是百万分之一 但是他死亡了十九人 就是说不到百万分之一 那我们现在再来算一下 你得新冠肺炎死亡的可能性 有多大 咱们就以美国为例 美国呢 到现在为止 到昨天为止 他们已经死了是55.6万人 他们一共的确诊的人数呢 是三千零九十万 那美国的总人口呢 是三亿两千八十二万 我们用他死亡的这个人数 来除一下 他这个总人口 在美国 你得新冠肺炎 到目前来说 死亡的可能性是千分之一点七 千分之一点七 和百万分之一 这个相差挺大的 就是说你得新冠肺炎死亡的可能性 要远远大于打这个疫苗 而死亡的可能性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第一呢 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不打阿斯利康疫苗 你去打其他的疫苗 比如说中国的灭活疫苗 那个传统的对吧 副作用都小 死亡的可能性呢 现在来说几乎是没有 不是几乎就是没有 没有听说中国的疫苗 打完了以后死人的 对吧 就是没有 打完了以后死亡的好像有 香港就有一个 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呢 他那个跟疫苗没有直接的关系 跟这个血栓不一样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事啊 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 你还可以采取一些 其他的措施来避免啊 如果你采取其他的措施来避免的话 那你得那个新冠肺炎的概率 就大大降低啊 肯定得低于百万分之一了 所以呢 这个阿斯利康疫苗真的是 还是能不打就不打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 能不能下退台湾同胞 因为台湾他们进了一共是 11.7万剂 那要按照这个概率的话呢 11.7万剂的话里面 应该是按概率来说 不会发生死亡的 按概率来说 但是现实对吧 11.7万剂 你也有可能中奖啊 蔡英文为啥不打呀 蔡英文今年都64岁了呀 并不在我刚才所说的呀 说60岁以下的女性容易死亡 蔡英文64岁 她为啥不打呀 还不是因为她害怕吗 她为了保险一点吗 对不对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的行动已经说明问题了 你说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我自己就是不打 你这个行动不是说明问题了吗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 就是辉瑞疫苗的公司的老板 他都没打 而且他表示说他不会打 为什么呀 是不是 这本身这都说明问题 西方国家号称是 特别的重视人权 可是事实呢 他们更注重利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安装 Sic不吝点赞 二 位 gig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